云朵都往哪里飞? 你知不知道天空会讲故事? 而天空是像画家一样的。 他画自己的图画。 连我们睡觉的时候, 天空都在反反复复地画画。 树枝上的小鸟被风吹得摇动。 虽然那只鸟还小, 但是它已经会很多, 就像你一样。 比如,小鸟可以用自己的翅膀触摸天空, 而你随时可以成为你所想成为的。 你知不知道云朵都往哪里飞? 据说云朵去寻找人们, 向天空提问题的答案。 你可能自己也发现了。 天上的云朵都变成不同的形象。 当你忧郁的时候, 你永远可以看一眼天空, 并找到你问题的答案。 你想向天空问什么?